LCD1602液晶是一款字符型的显示液晶,专门用来显示字母,数字,还有一些常见的标点符号。 我们今天介绍一下LCD1602和51单片机一起使用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引脚。 LCD1602一共有16个引脚,从1到16依次是VSSVDD,是LCD1602的正电源和负电源。 接下来是V0,V0引脚是用来调节LCD1602的对比度的引脚,它需要接一个可调电阻用来调节对比度。 接下来RS,RW和EN是三条控制线,用来控制LCD1602。 首先是RS,RS的作用是控制写指令还是写数据,或者读指令还是读数据,也就是指令和数据的选择线。 接下来是RW,也就是读写控制线。 接下来是EN。 然后接下来是D0到D7,是八个并行的数据线。 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采用的并行的方式传输数据。 LCD1602有两种数据传输方式。 一种是八位并行,一种是四位并行。 我们今天使用的是八位并行。 四位并行和八位并行的方式其实很像。 也就是八位并行的话,每次传输一个字节。 四位并行的话,一个字节分两次传输。 接下来的最后两个引脚分别是A和K。 A和K是LCD1602的背光引脚。 我们从背边可以看到。 这里也有一个A和K,接到了一个背光的LED。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接线。 因为这个LCD1602液晶的线非常多,所以我就事先接好了。 那么我就把这个LCD1602直接插到面包板上就可以了。 OK,插好之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连线方法。 首先,我们从上往下看。 分别是VSS和VDD,也就是电源阵和电源负。 我直接接到了单片机的电源输出。 接下来是V0。 V0口呢,我就接到了一个可调电阻,用来调节对比度。 这个电阻的选用呢,我们选用那种103的可调电阻。 然后接下来的三根线是RS、RW和EN。 我接到了P1端口。 从P10到P12,一次是RS、RW和EN。 接下来呢,是8条并行的数据总线。 我就接到了P0端口。 依次接到P0端口。 最后两个线呢,是背光的电源阵和电源负。 我也接到了这个单片机的电源输出。 OK,现在我们的线路如果已经搭建完成的话。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它的数据文档, 还有分析一下它的驱动程序。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SD1602的数据文档。 这个文档是我购买门块的时候的一个商家配送的。 然后我们简单看一下吧。 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工作电压是4.8V到5.2V。 然后工作温度的是0下20度到70度。 然后这是它的一些引脚。 我们刚才有介绍过,分别是电源负、电源证。 还有这个对比度。 还有指令数据选择。 读写信号选择。 还有EN使能信号。 接下来呢,是8个并行数据总线。 然后接下来就是背光的电源。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它最核心的其实就是读写时序。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序图。 如果我们要对这个SD1602里边写数据的话。 那也就是RS拉高或拉低。 选择写数据还是写指令。 然后RW拉低。 接下来呢EN拉高。 然后数据变化。 变化完成之后呢。 也就是我们的数据送到这个端口之后呢。 接下来把EN拉低。 产生一个下降颜。 这个下降颜很关键。 就是因为这个下降颜。 然后这个SD1602才能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总线里面去读取数据。 那我们根据这个时序图来分析一下我们的这个驱动程序。 这个呢就是我已经写好的驱动程序。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里边的定义。 然后定义了一些这个SD1602相关的引脚。 像这个RSWEN还有数据这个端口。 也就是DB0到DB7。 我就给它接到了P0口。 然后这里呢我们就定义到P0。 接下来呢是延时函数。 然后就是这个最关键的这个LCD1602的同文件定义。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在这里边定义了有几个函数。 第一个呢是读盲标志位。 也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LCD1602呢。 当前状态是否忙碌。 我们就需要调用这一个函数。 接下来就是写数据和写指令。 那么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写数据和写指令。 这个函数。 我们把它分成两边显示。 我们刚才有说过, 就是我们要写数据和写指令的话。 首先就是RS拉高或拉低。 然后用来判断写数据。 写数据还是写指令。 那就是我这里定义了两个红边量。 分别是LCD1602data和LCD1602的这个命令。 传数据呢就是拉高。 写指令呢就是拉低。 那我这里呢就是用一个type的一个参数。 用来标识这个RS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要写呢就是RW要拉低。 拉低呢就是写。 EN首先用我拉高。 拉高呢让这个数据进行变化。 就是我们拉高之后呢, 把这个数据送到这个数据端口。 然后接下来延时一小会儿。 这个延时呢, 它这个数据的档里边是有规定的。 就是这个TDSW。 它这里写的是195纳秒是最小值。 那么我们的单片机呢, 就是我用的精震是11.0592。 它执行一条指令。 就需要那个。 就需要1。 就需要一个多的5亿秒。 那么我们就给它稍微延时一下。 就行了。 那延时过后呢, 就把EN拉低。 然后让这个LCD1002去读数据。 也就是产生一个下降严。 它才能去读数据。 那么这个函数执行完成之后呢, 我们的数据就已经写好了。 这个函数呢也就执行完毕。 那我们看一下, 有了这个写指令或者写数据的函数之后, 我们要怎么用才好。 那我们就接下来介绍下一个函数。 LCD1002的清频函数。 清频函数呢, 它其实就是像LCD1002写一个清频指令。 我们看一下它的指令列表。 在这个文档里边有列出它的指令列表。 这里,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指令就是清频指令。 清频指令呢, 就是0x01, 只要是db0等于1, 其他位都等于0, 然后就可以了。 包括这个rs和rw都拉低。 rs拉低代表的是选择指令, rw的拉低代表的是写。 那也就是我们像这个数据端口里边写0x01, 就是清频。 那也就是我们在这儿, 直接调用写这个函数。 然后写的类型呢, 是写指令。 那么直是0x01, 就达到了清频的效果。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下边的这个初始化函数。 初始化函数呢, 就是我们要在使用LCD1602之前呢, 给LCD1602做一些初始化的设置呀, 之类的。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它都执行了哪些设置。 首先我们先清频, 然后是光标复位, 然后是我们设置光标方式是光标自动右移, 然后不移屏。 接下来是开显示, 开光标, 光标闪烁。 开显示, 开光标的是0x01这个指令, 但是我用的是0c, 也就是我不让这个光标闪烁。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设置光标自动右移呀, 然后我们接下来设置这个八位并行的数据传输方式, 分离行显示, 五乘七字幅大小之类的。 这些指令呢, 都是可以在这个数据文档里边可以找到, 可以找得到。 嗯, 那么我就简单说一下它的这个规律。 我们看首先是清频, 也就是它的最低位是1, 接下来第二个指令, 它的这个db1这个位是1,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指令, 也就是db2是1。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就是, 它的每一个指令用来区分每一个指令不同的话, 就是它的高位, 它的高位是1。 可以接下来往下看, 它的每一个高位都是1。 每一个高位都是1。 呃, 然后这个最最高的这个有有效位吧, 我们称它为有效位, 就是呃, 不是0的。 它前面不是0的这个位, 然后它的呃, 它的这个第一个是1的这个位, 就标识它是, 它是具体执行的哪一个指令。 然后之后的这些, 就是这个指令的选项, 比如这个开关控制的这个指令, 呃, 它的db3呢, 是1。 接下来的这个dcb呢, 都是可变的。 比如d的时候, d是1的时候就开显示, d是0的时候就关显示。 然后这个c呢, 就是游标的显示与不显示的设置, 包括这个闪烁效果的控制。 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初始化函数。 ok, 我们接下来就从main函数开始,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调用过程是怎么样的。 首先,呃, 我在这个main.c里面定义了main函数。 呃,main函数呢, 首先得用setup方法, 然后在这个大循环里面调用这个loop方法。 我们看setup。 setup首先呢, 我就初始化了一下lcd, 然后, 执行了一个清凭指令。 其实这个呢, 不是必须的。 接下来呢, 我写了一条指令, 叫0x80。 呃, 0x80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数据文档。 0x80其实它这个指令的意思就是指定我们要显示这个字符的位置。 呃, 这个文档里面好像没有写。 嗯, 没有写。 那这样我就直接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lcd1622呢, 它可以显示两行这个文本。 呃, 那么它显示的每个文本其实都是有一个地址的。 嗯, 那么第一行的第一个的地址呢, 就是0x80。 因为我们在这个初始化函数里面, 我们, 我们设置过这个光标自动诱移。 所以我们就设置一次地址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首先设置一次0x80地址, 也就是第一行的第一个, 从第一行的第一个开始写。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写数据, 就开始我, 就就开始往这个lcd1622里边写data。 呃, 我们便利了一下这个字符传数组。 然后我们每一次呢, 写一个字符。 因为它这个地址呢, 我们已经设置为自增了。 所以我们不用每一次都设置。 呃,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的那个演示效果。 它是, 它是有一个效果的, 就是它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显示。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延时了一下, 所以它才会有这种效果。 然后写完之后呢, 我们的字符, 这个hello world就会显示出来。 接下来呢, 我又执行了三次循环。 我在循环里边呢, 一次执行了0x08和0x0cd指令。 这两个指令呢, 其实就是, 呃, 就是这个。 我找一下。 0x08和0x0c, 对, 它就是这个显示开关控制。 我通过显示开关控制呢, 就是让它, 呃, 达到这个闪烁的效果。 接下来呢, 我就延时这么一小会儿, 然后把这个屏幕清掉, 再重新开始这个显示。 然后闪烁, 然后再清掉, 再开始显示。 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演示程序。 其实这个LCD1622呢, 它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用法。 比如那个我们, 呃, 显示自定义字符呀, 或者其他之类的。 然后呢, 显示自定义字符这个, 我准备到一会儿最后介绍一下。 然后我现在准备介绍另一个函数。 另一个函数就是这个LCD1622的打印字符状函数。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封装。 我们看一下它的实现。 我们刚才有介绍, LCD1622它是, 呃, 就是它可以显示两行, 然后每行显示16个可见字符。 那么我们通过两个参数来确定它显示的位置。 首先是X, X代表横向显示到, 从第几个开始显示。 呃, Y呢, 就是显示在第几行。 比如Y的值是1, 就是第一行。 第一行我们刚才说过, 它的起始地址是0x80。 呃, 第二行的起始地址是0xC0。 我们加上X, 加上了一个偏移。 呃, 就是它的起始位置。 那我们就写一下地址, 然后把这个字符变离, 变离成字符, 然后写进去, 呃, 就可以了。 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封装呢, 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调用它。 呃, 假设我们现在, 嗯, 假设我们现在把这个, 呃, Loop里边的函数, 呃, 注释掉。 然后呢, 我们要在, 呃, 我们要在这个, 第一行的, 第一行的, 从第二个开始吧。 然后显示在第一行, 然后我们要显示这个, 我们要显示一个字符串, 比如我们要显示一个, hello。 那我们执行完这条函数之后呢, 它就会在第一行, 然后显示一个hello, 然后hello前边呢, 会有两个空格。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函数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我们的这个LCD。 呃, 现在呢, 我们先不, 先不掉这个函数。 呃, 我们现在开始介绍一下, 怎么, 怎么这个设置自定义的字符。 自定义的字符呢, 我们可以从文章里边看到。 我们首先就简单介绍一下它自定义字符的这个原理。 呃, 它是一个5乘8的点阵。 那么就比如这个小写字符b吧, 小写字符b的话, 它这个点阵, 它是1的, 它是为1, 就是显示成这种, 呃, 呃, 有颜色。 否则的话, 为0就没有颜色。 那么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呃, 数组这个样子。 我们看程序来介绍这个, 我们看这个函数来介绍。 呃, 我们刚才有说过它其实就是一个数组。 比如这里, 我定义了一个数组是显示摄氏度的符号。 呃,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LCD10022呢, 就是这个模块给我们预留了, 8个可以自定义字符的空间。 也就是64个位吧, 因为每一个, 因为每一个自定义的字符呢, 都要占, 都要占这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都要占这个八个地址。 呃, 应该不是64个位, 这样算的话是不对的。 反正就是, 就是预留了, 我们可以自定义八个自定义字符的这样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呢, 其实地址就是40。 那么我们呢, 首先我们这个函数呢, 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index, index就是代表, 呃, 我是自定义的第几个自定义字符。 因为只可以自定义八个嘛, 所以它的值其实就是从0到7。 那么我们刚才有说过, 每一个字符呢, 它要占八个空间。 那么就用这个, 就是用这个index乘以8, 然后加上它的其实地址040。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这个就是字模, 字模的话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数组。 我们定义的这个数组呢, 它里面有八个值, 其实它的八个值就是, 呃, 第一行呢, 是一个值, 第二行是一个值,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每行的话就是一个值。 我们呢, 我们把它转化成16进制之后呢, 呃, 就按照这个顺序写到我们的这个地址里边就可以了。 我们刚才有在index的函数里边设置过这个地址呢, 是会自增的。 所以我们也是只在前面设置一次地址。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写八次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这个是0的话, 那么就是在index40这个70地址, 在里边写八次, 比如第一个是index40, 然后index41, 一直写到index47。 然后如果是1的话, 那我们就是1乘以8, 也就是index40加8, 从这个地址开始, 然后再往后写八个。 那么我们这个字定义字符要怎么显示呢? 我们在面函数里边这样做, 我们先把这里边的东西呢都删掉。 我们做一个自定义字符显示的例子。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变量的注释打开。 首先我们需要, 需要在这个, 在这个LCD1602里边注册一下我们的自定义字符。 我们就调用我们刚才写的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注册到0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显示。 我们显示到, 显示到第一行的第一个。 第一行的第一个, 我们刚才有介绍它的地址是link480。 那么我们要写指令的方式, 写link480。 然后呢我们再写一个数据, 我们直接写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序号就行了。 如果我们这写的0的话, 那我们要显示自定义的这个字符, 我们就写0。 然后呢我们以数据的形式写。 OK, 那么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 自定义字符的例子就写完了。 然后这个编量呢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把它删掉。 那我们写到我们的单片机里面试一下。 首先我们执行make命令, 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我们刚才的修改编译一下。 我再说一下这个make吧。 这个make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项目呢, 有很多个文件, 而且这个SDCC呢它又不支持同时编译多个文件。 所以我们需要用make这个工具来组织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可以先执行makeClient清理一下。 我执行make,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编译过程。 就是首先编译了LCD1602.CD文件到这个AR文件。 然后是编译了man.c, 然后编译了这个延寒数.c。 它把每一个c文件都编译成这种类似于.o的这种AR文件。 然后呢再把这个每一个AR文件组合起来编译到这个二精致。 所以呢我们如果不用make的话, 需要每一条都手动编译这个很麻烦。 所以我们要用make把它组织起来。 OK,我现在呢把这个稍写器插到我的电脑上。 稍写一下我们看一下测试效果。 好,我现在已经把这个USB转TTR呢连接到了我的电脑。 那么我执行makeFlash。 执行makeFlash的命令呢, 就会稍写到我的单片机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其实我们是电用了STCFlash的命令。 那我按回车执行, 然后启动我的单片机的电源。 然后开始稍写。 OK, 稍写成功。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测试结果吧。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自定义字符的显示效果。 现在显示了一个收视度的符号。 那么就说明我们自定义字符的实验成功了。 然后呢我今天的视频就写到这里。 然后关于今天的例子呢, 大家都可以在我的GTOP上面找到。 然后我的GTOP的地址我会写在视频下方。 OK,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